这起罕见事故今天早上7点30分 在南北大道第198公里处发生 根据58岁的罗里斯基郑玉平描述 当时他和妻子正准备从居卵北上 将14只活猪送往雪兰俄州万脑 当靠近198公里处靠近爱吉勒收费站时 他在最左边车道行驶 突然有一辆普腾REN2轿车 从后方猛撞导致罗里斯去平衡 冲向左边的防护栏 再坠入斜坡的深沟 而那辆照货轿车也失控冲上斜坡 不料罗里翻覆后车斗破开 罗里上的猪只纷纷逃出来 闯进大道里乱跑 所幸路过的车辆方满车速 才没有酿成大祸 随后郑玉平夫妇在路人的协助下 把四只乱串的猪只集合在罗里 再由另一辆罗里再往目的地 罗里夫妇只受了轻伤 轿车内的两男一女头部都受了伤 三人随后送院治疗 警方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3疏忽驾驶 导致意外发生条文 调查这起车祸 NTV7 综合报导 第43疏忽驾驶